戴上AI眼鏡感受3D視覺影像 另外把要回收的寶特屏投入機器裡 就能自動進行環保回收 透過5G技術結合智慧應用 馬上就能夠顯示回收物的類別和集點點數 這些都是電信龍頭台灣大哥大 吸收5G生態圈廠商展出的七大智慧應用成果 影像分析的部分我們配合了AI影像分析廠商 那一樣透過攝影機的部分來偵測人體的一些骨幹分析結構 來快速幫助工廠或者是學校能夠在第一時間 馬上就發覺有入期者或者是一場的狀況 做出即時的處理 這一頭藉由AI影像分析平台 形成電子圍離遠距監測危險禁區 工作區內若有人員跌倒 也能藉由系統即時偵測 結合智慧應用系統 讓生活大小事變得智慧又安全 我們這些夥伴常常都是結合我們台客大 本身的5G網路技術 然後透過我們的5G來幫助他們達到一些 像影像傳輸都很假 就一些高傳輸低延遲的應用 那AR演技的部分也是 你只要一有Lag 可能在體驗上就不是那麼好 那都透過5G的這個技術 然後幫助不管是工廠企業 或者是個人都有更好的一些服務的體驗 OK Google 我回來了 以往回到家必須一個個開關手動控制 現在只要透過智慧與音系統 回到家窗簾就能夠自動開啟 燈光和電視也都不需要遙控器控制 相當便捷 台灣大哥大在這次智慧城市展 展現家庭、運動、環安、安控、環保等智慧應用的多元面貌 記者陳秘倫 台北報導 我到底想要停開啟啟 謝謝你 謝謝你 谢谢观看